第一讲里啊 我们讲到ABC疗法的时候说过 焦虑跟一个人的认知模式有关 我们的认知习惯和认知模式对于我们进入和摆脱焦虑状态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你可能会问了 那么有没有办法改变那些造成过焦虑的认知模式呢 答案是有的 它就是这节课我们要讲的故事思维 这里所说的故事思维啊 跟你在其他地方看到的故事思维不太一样 它本质上呢 是说通过心理暗示来塑造自己的内在领导力 积极的去面对你的焦虑和恐惧 为什么要叫故事思维呢 因为每一种认知模式的背后 其实都是有一个故事原型的 每个人的脑子里面啊 都有一个或者说某一类的故事在影响着自己 甚至有的人终其一生都在用自己的经历去印证着一个故事 有个文学家做过这样的比喻 说人的大脑啊 就像沙盘 生命当中发生的事情就是丢到沙盘里的碎石 你头脑里的那个故事啊 就像是木棒 在沙盘中画出一道道的勾曲 让原本根本没有序列的碎石堆出了形状 出现了意义 每个人的头脑里那个木棒是不一样的 举个例子来说吧 如果你特别喜欢白雪公主或灰姑娘这样的故事 你有没有发现里面的主人公都长得很好看 性格还特别好 人生如果想要发生改变 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好像就是等待 你看 这可能就是许多女生脑海当中会有的一个故事原型 但问题来了 如果一个女生她不好看 也性格不好呢 是否就意味着等不来白马王子呢 如果这样的话 她可能就会抱怨自己的家庭出身不够好 自己长得不好看 这个也会成为她人生的焦虑主题 而如果一个人的脑中是类似阿甘正传那样的故事 面对一副烂牌 她说不定也会有继续打好她的勇气呢 每个人心中都有关于自己的那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一个人个人信念的延伸 很多的时候啊 她其实就是我们焦虑的归因缘 比如如果一个人脑海当中充满了勾心斗角的故事 那她在人际关系当中一定是紧张焦虑的 如果一个人故事里面的人物都是非黑即白的 那她在现实当中很可能就是一个对人对己 都要求非常苛刻的人 那面对这一切我们能做什么呢 其实我们能做的很多 就是通过引入新的元素来淡化 造成你焦虑的那个故事原型 那么具体怎么做呢 推荐给你一个心理暗示的小方法 就是为你的故事换一个主角 当焦虑发生的时候 你呀 就试着把你经历的事情 想象成这是一个故事的片段 而你此刻是一个主角 你遇到了挑战 那么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 把这个主角换掉 换成另外一个人 问自己一个问题 如果她是我 面对这一切她会怎么做呢 这个问题一出啊 你就进入到一个故事通道 就好像用了一个带摇臂的摄像机 开始从另外一个角度 重新看你现在的经历 以及你预设的那个焦虑的未来 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可能性发生呢 那么问题来了 该换谁呢 这个新的主角啊 他可以是一个 你很崇拜的 敬重的 并且认同的人 也可以是一个你认识的导师 或者就是一个公众人物 再或者可以是一个你的朋友 他平凡但是并不普通 这些人物的特点是 他们足够勇敢 坚强和乐观 他们的优秀 不是因为什么天赋啊 出身啊 更多的是因为 他们后天的行为和思考方式 跟你是不一样的 比如有个企业家跟我说 当他觉得焦虑的时候 总会想到道圣和富的话 无论如何 也要让梦想成真 抱着强烈的愿望 付出不懈的努力 能力一定能提高 局面一定能打开 然后他就会想 如果这事儿 要是道圣和富遇到了 他会怎么做呢 他会建议我怎么做呢 你有没有发现 当你这么问的时候 你已经开始替换 你的故事的主人公了 在不知不觉当中 你在借由另外一个情形 开始了你的自我治愈 因此啊 你需要给自己 列一个五星名单 这些人是你的参照坐标系 是那种不用打招呼的智囊团 是你的大脑四董会 你对这些人啊 要足够的喜爱欣赏 想要模仿他们 他们呢 也要足够的积极向上 有正向引导的力量 这个名单上的人不需要多 我觉得三个就足够了 当你把你正在经历的事情 想象成故事的片段 而且还可以自动的 给他更换主角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在某种程度上 抽身出来了 从被动的演绎故事 变成提高维度的 去看你自己的人生 这个时候 你还可以把自己 带入到两种心态里面 哪两种心态呢 一个是演员心态 一个是导演心态 我们先来说演员心态 所谓演员心态啊 就是你觉得自己 现在是在扮演一个角色 你是一个演员 让你焦虑的事情 或者说你现在觉得 非常困扰的焦虑状态 不过就是你作为一个演员 你的台词脚本的一部分而已 喜欢还是不喜欢 那都要把这个角色演好嘛 让自己在这个焦虑里面待一待 在这个纠结里面待一会儿 毕竟情节还会往前推进 你不会一直处在焦虑里面 接纳这个焦虑 把台词念好 并且告诉自己 就像以前的很多次一样 这一次也会过去 我们再来说导演心态 导演心态啊 是一个更高的力量了 它要激发你 开发自己内在的领导力 开始对所有的状况负责 主人公的命运啊 在你的手里 都是可以安排和设计的 就像我们看的很多的美剧啊 就是边拍边播 边播边拍的 一切皆有可能 如果你设置的人物的 最后的结果是大圆满 或者说是破碎后重生 你就会根据这个主线 来安排它会经历什么 相信你也感觉到了 导演心态和演员心态 还是非常不同的 所以当你在被焦虑困扰的时候 要该当导演的时候 当导演 该当演员的时候 当演员 那什么时候该当导演呢 那就是你看到自己 有的选择 能够有所行动的时候 那什么时候该当演员呢 也就是你目前 做不了什么的时候 西方有句经典的祷告文 说 祈求上天赐予我平静的心 接受不可改变的事 给我勇气 改变可以改变的事 并赐予我分辨两者的智慧 其实说的 就是这两种心态 说到这儿啊 我想你已经理解了 所谓故事的思维 它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思考和行动的方式 取决于我们头脑当中 固有的故事 当我们陷入到自己的认知 和情绪模式里面 出不来的时候 哪怕事实与故事不同 人们也可能会去通过歪曲事实 让它去符合自己想象的故事 所以说 如果想要改变 你需要新的故事 那新的故事从哪来呢 替换主角是一个方法 就是从别人身上去找 而导演心态呢 是让我们自己去重新设计 不管是哪一种方法 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积累 那些对我们自己会有帮助的故事 你要听过 见过足够多的故事 才能有更广阔的想象力 去重写你自己的人生故事 所以 去积累有效的故事资源吧 去看看名人传记 去观察不同的人的人生故事 你会发现 你并不是唯一那个遇到挑战的人 也不是唯一那个正在焦虑的人 在这里啊 我给你推荐两部影片看 一个是奇幻人生 一个是土拨鼠之日 这两部电影都是在说 普通的日子里面的重复和焦虑 是如何通过故事的改编 获得新生的 还有一个儿童绘本很有意思 名字叫子兔兔兔 讲述的是一个小猪 物食木瓜子之后的焦虑 虽然是给孩子看的 我倒建议大人们有空 也可以看看 那到这里呢 这堂课已经快讲完了 短短的六讲内容 不足以把焦虑这个话题 完全的说透 但是其实 我已经为大家描述了一个 简单的焦虑情绪管理冰山图 在这个冰山图里面 水面以上是可见的 水面之下是不可见的 可见的部分 我给了你一些 简单有效的 对抗焦虑的方法 也告诉你 如何为自己打造一个 策略性的 应对焦虑的环境 而水面以下呢 我帮你看到 焦虑跟时间观之间的关系 以及焦虑跟一个人的 故事思维和内心 情景设置之间的关系 还有如何去增加自己 解读焦虑的能力 当然啊 如果你的焦虑情况 严重到影响你的 正常工作和生活 还是建议你去咨询 感谢观看